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2节 使徒保罗写道 你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当我们接受基督并跟随他的道路时 我们需要脱去过去那迷失和堕落的自我 开始新的生命 脱去救人并不仅仅是指改变我们的外在行为 更是指内心的转变 在以福所书第四章第23节到第24节 保罗继续写道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所以 这是一个要求我们在思想 意愿和动机上 与过去的自我有所区别的呼召 我们需要让基督的真理和爱心渗透进我们的内心 以至于我们的一切行为和选择都反映出这个新生命 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并不是一次性的行动 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在以福所书第四章第25节中 保罗继续给我们知道 他说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黎社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是的 我们需要学会与真理相符的生活 并以诚实和真实对待他人 我们要摒弃恶毒 愤怒 争吵和恶意 而要存着仁慈 宽恕和爱心对待他人 这个转变的过程也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和塑造 同样 保罗在以福所书第四章第30节到第32节中继续写道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熟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 恼恨 愤怒 攘闹 毁谤 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赐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我们需要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能够活出神圣的品格和爱的行为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是重生的呼唤 也是一项神圣而艰巨的任务 但是我们不是孤单的 上帝在我们身边 他赐给我们他的圣灵和他的话语 来引导我们走上正义和圣洁的道路 当我们在生活中面临挑战和诱惑时 我们可以依靠上帝的力量 以及与基督徒兄弟姐妹们的团契和支持 让我们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集节中的话作为结束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愿我们每一位信徒都能以坚定的决心和喜乐的心态 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 顾上农服和有意义的生命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 感谢您赐予我们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的希望和能力 求您的圣灵塑造我们的心智 让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与您的形象相符 帮助我们在每一天都活出新生命的见证 以您的真理和爱心引领我们的脚步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